刘学生当你去到海外的时候 才知道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多么的自豪 你才知道为什么要爱国 就是爱国的真谛 就是当你一个民族强大 有民族自豪感的时候 能对你带来的力量 出生于1994年的澳门青年黄俊龙 虽然成长于澳门 但是由于父母长期在内地做生意的关系 黄俊龙从小就爱上广州 三年前黄俊龙在海外学成后归国 到广州发展 澳门人在广州有一个文化和地理上的优势 因为澳门离广州也就两个小时车程 然后大家也是用粤语说 同山同黑 就是大家都是同源的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广州市政府 也非常重视这个青年的发展 黄俊龙在家族企业里从事管理工作 他运用在海外留学时学到的营销知识 邀请广州设计师重新包装自家产品 再由团队自主研发和销售新产品 我也有计划是想把我们的品牌 我们现在英尔家里的主研 我们英尔奶粉的品牌 进行重新的塑造 重新的定位 进行一个升级 再重新推出市场 另外我也想把这个产品 卖到香港澳门以及各海外地区 把我们的品牌打造成一个国际化的品牌 让外国人都吃上我们中国人的奶粉 如今越来越多的港澳青年 选择来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就业 在黄俊荣看来 成功创业最重要的是拥有开放的心态 接受新事务 首先作为一个在广州 穿过业的一个青年 我也有一些可以敬业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他们有很多的一个辅助的资源 有很多物理上的 例如说工卫啊 等等的资源 而且这些是近乎免费的 广州当地政府也会有很多税务政策 例如南沙 它对香港澳门企业是 应该是有一个港人港税 澳人澳税的政策 也就是说 你在内地经常得到的税务游会 是跟香港澳门是一样的 在本地创业 同时它有更多的人才选择 更加多的商机 更加多的发展空间 那为什么不在广州发展呢 2022年6月发布的 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 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 提出 2025年将南沙打造成为 港澳青年安居乐业新家园的目标任务 为此 2022年8月广州市南沙区发布 广州南沙新区支持港澳青年 创业就业新时调措施 为港澳青年在南沙创业就业赋予强劲动能 成为促进港澳青年到南沙创业就业的助推系 首先在我接触到的澳门朋友里面 大家其实对广州是非常的认可和了解的 他们首先是非常看好 也非常积极 也非常有意愿去融入这个大湾区的发展 来到广州等城市发展 然后南沙 南沙我觉得它的定位是 首先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高兴区域 同时它对港澳人是非常多的政策的 我只需要有朋友有任何内地发展需求 或者有任何问题问到我这边 我给他们的首选建议都会是广州 为了更好的参与在湾区的发展 黄景龙准备继续深造 他已经收到了北京大学公华管理学院 与美国康奈尔大学约翰逊商学院 联合推出的NBA MNH双学位项目的录取通知书 据介绍该双学位目标计划 为社会经济服务领域输送国际化中高层管理人才 我们作为一个新世代的青年人 一定要像海绵吸收水分一样 不断吸收新的知识 这样我们才能与时俱进 同时我们要拒绝唐平 拒绝白来 我可以预见的未来至少数十年 我都会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在大湾区的建设 发展上面 装作与能量 未来胜 tenían 也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